他能报道 大明星都很想参加的 像金钟奖 金马奖 金曲奖 在这些典礼上我们可以听到一个雄魂的男性的声音 而这些都是他的声音贾培德 从12岁开始他就开始配音 经历非常丰富 广告旁白不计其数 那么最近他要跨足政坛 替这位即将要参选台北市议员的 前民进党发言人王敏生助选 这个声音你不陌生 金马金钟 金曲 三金典礼 都能听到声音全出自同一人 但总是只闻其声 不闻其声 他到底是谁 这不是民进党前发言人王敏生吗 哎呀 不是他啦 是他旁边这位好朋友兼指导老师贾培德 感性的 台北生生不息 非常有power 台北生生不息 一开口最熟悉的声音 脑中马上浮现这些广告画面 享受美味不用等 吃吃餐点好了 紧速美白组 母亲节限量热卖中 都会系列 运动系列 贾培德12岁开始就踏上配音路 自历16年以上 他的履历要从第一届金曲奖开始弹起 结果一共40几场三金大小典礼 广告配音旁白不计其数 现在更跨竹正弹 当前发言员的发音指导 果然专业出马 让平常在台上的发言员 也甘拜下风 贾培德靠声音赚钱 这次免费现声 用声音来助寻 来看又是一个台湾产业 在国外发光 你可能不知道 在美国很多卖场中 我们看到的法式 都是来自我们台湾